二零二零零 二零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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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前进方向 注入了强大动力 白山松水 卧夜千里 在这片充满希望 大有可为的热土上 2400万吉林儿女 牢记嘱托 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 坚决扛起 心担当 心脱破 心作为 重大职责使命 以昂扬斗志 务实作风 再加快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道路上 勇意前行 奋力书写新时代 吉林高质量发展的 辉煌篇章 时光奔永不歇 如今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吉林这片热土 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呢 本期好好学习 让我们共同倾听 温暖的回响 这年吉林肯兔已经和弄的牺牌了 陶大哥 你再讨论些什么呢 哈哈哈哈哈 你再讨论些什么呢 其实完善今年生产单元的一个答案的问题 总书记来梨树视察以后 我们为了做一个梨树模式的升级版 然后就建了一个农业现代化生产单元 很多层面都挺重视农业 而且我们自己也在自身不断地来追求的东西 向总书记来做一个回报来回答 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和鼓励 让梨树县坚定了信心 增添了力量 陶勇告诉我 去年梨树县率先打造了梨树模式升级版 建设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更大面积 更高质量推广梨树模式 这是我们那个博硕省 带来接到咱们合作社来进行支援的 您过来多久了 我过来已经两年了已经 然后因为我是在单元办公室 单元办公室的成员 然后在咱们完整整的带领下做单元 然后我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负责对接合作社 帮他们整理档案 同时他们生产情况中遇到一些 比如描情啊 或者一些协议书啊 他们整部总的我们反馈一下 给站里面 站里面给提供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案啊什么的 助理他们完成这个单元建设 孙城长告诉我 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就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 或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为实施主体 打破农户间土地界限 以300公顷土地相对集中连片为一个单元 全程机械化操作 整线推进梨树模式 去年梨树县完成了14个单元建设 今年计划达到22个 那来到咱们梨树的同学多吗 多 承住在站里面的还有40多个呢 然后他们在完成他们自己大厅实验的同时呢 也就是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 就是双百名硕博生进入百家合作社 去了解咱们生产实际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然后再把这些问题返汇给我们的 就是老师呀 专家团队呀 这样的 然后形成这样 专家老师 专业合作社 这样形成一对一的这种服务模式 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 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农业专业硕博人才 去年 梨树县启动了百名硕博近百家合作社活动 课题设置 课研工坚实地探究 硕博生们蹲在田间地头 和当地乡亲们同吃同住同钻研 他们把科研论文写在梨树的大地上 这片黑土地上的人们也享受着科研成果转化成的实实在在的收成 梨树模式推广过后是不是收成也更好了呀 对呀 它明显的这个产量增加 但是表现最突出的和最明显的就是土壤有所改变 土壤有机质增加了 然后根系发达 还有你看现在这个根系 土壤松弛 而且就这个有机质增加了 那这样很明显这个作物的产量那就会增加 陶哥做农业有多长时间了 正是做农业七年 这时间也不算太短 可以说我不是正是法警的农民 因为我在以前是搞机质加工出身的 可以说这个里边有点圆圆 怎么就转房了 当年我在辽宁上班的时候 在一个机质加工厂当主任 但是那时候13年的时候 咱们离书正是这个合作社和种类大户发展最快的时候 因为我岳父那时候自己家有个小四轮有个车啊 就是租赁点农民的土地为农民干点活 他就属于种田能手和种田的大户 王正就让他说是鼓励他发展这个 办一个农家庭合作社了 他就经常出去学习 但是他那出去学习或者是这个发学员啥的就比较费劲 他就让我给他写个稿了 帮他选一些在网上选一些机具啥的 这样我就了解这个东西了 看到了黑土地上蕴含的希望 2015年 43岁的陶永依然辞掉稳定的工作 回到家乡从事农业 当年8月 陶永的黎树县双营农机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2020年总书记来了以后 对我们更是一个最大的鼓舞 总书记跟我们指示就是 因地之一的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所以对我们有了方向 而我从18年的时候 几二十二三十长地 到去年和今年的三百公顷 给农民进行保底价分红 老百姓的口碑也好 他多赚钱了 我们发展也快了 而且有干劲 陶永告诉我 今年合作社金银土地三百多公顷 实行整村推进三个行政村 五颗自然屯 合作社茁壮成长 社里的社员也享受着发展红利 今年社员每公顷保底加分红 一万五千元以上 于陶永而言 总书记的话语是巨大的鼓舞 这份鼓舞同样也激励着 八五后的农机手 苗永强 这个属于免根拨农机的升级版本 我们给它起名叫多功能免根拨农机 总书记来到我们吉林的第一站 就来了黎树 给当地的老百姓 也有了非常大的鼓励吧 对 给老百姓们鼓励非常大 就是说对于保平工作 老百姓的积极程度 要比以前更高了 随时来机械的需求 和需求的点也变得不同了 所以我们产生这个机器 也是因为跟用户们沟通了很多 找到的一个初步想法 把这个机器做出来 离树模式简单来说呢 就是在玉米种植过程当中 将节感全部还田并覆盖在地表 将耕作次数减少到最少的保护性耕作技术 这样的技术模式就需要相应的配套机具 如何能把对土壤的扰动次数降到最低呢 今年春耕 梨树的黑土地上就多了眼前这台 新型免耕波种机 它整合了之前的解杆极航机 深松机 悬耕机 调耕机多种功能 在节感覆盖地表的条件下 一次性作业就能完成 施肥 波种 附土 镇压 在这里我看到 总书记关心的离树模式 在保护性耕作机具上 又实现了重大突破 你是学机械还是学农业的 我什么都没学 只不过就是因为 从这个父辈们身上 这个继承过来的 因为我父亲也是主要 就是搞农业农机这方面的 我们家来黎树的时候 是干的拖拉机修备场 就是修车的 修的就是农用车 我小时候的玩具 我刚才都说 我说我的小时候玩具 是自己拆周城玩竹链 人家是玩这玻璃球 我玩的是钢球 可能是从小到大耳濡目染 接触这个东西比较多 对这来的对这个东西兴趣的点 相对来说就会变高一点 苗永强的父亲苗全 曾经担任过 黎树县农机推广总占战场 与农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2008年 中国第一台免耕播种机 在黎树问世 作为核心研发成员之一 苗全始终期许着 中国免耕机能不断创新 完善 如今 免耕播种机已完成第八代产品更新 完全实现国产化 试验几十次吧 没有上百次 几十次指定是有 感觉到可以了 今年春天就有五台 投放到生产当中应用 主主部分是农民 也叫这名跟农民就有关 苗全 只能种地想让它苗全对不对 所以说 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 又跟农业打交道这些年 那只有一根筋了现在 如今 中科院 中国农业大学 吉林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 纷纷在梨树县设立基地 百名硕士博士 组成科技特派员队伍 对接百余家专业合作社 现代农业生产单元 引入金融 保险 仓储等生产要素 高标准规范实施作业的 多功能免耕播种机成功研发 总书记关注的梨树模式 正在不断升级 这也是我在梨树倾听到的 温暖的回响 马云青 号新差 1904年 生于河北省平江县后 商泛村 一个农村教室家庭 在西军空间站中 查看体形式 足弃而身重运大 壮业牺牲 年仅43岁 作为一名高中毕业生 能够以一名志愿者的方式 讲好自评的优秀成故事 是我坚定信念 传播红色精神的误解动力 他刚刚举行的青年讲解员的活动 持续多长时间了 持续一个月的时间了 我们针对这个高中毕业生 然后丰富他们的暑期文化生活 我们开展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每一年我们之前举办的都是 针对小学生举办的这样的活动 然后现在我看有初中生高中生 对对对 就是因为有很多家长了解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 有很多家长主动给我们打电话 说能不能让孩子来到我们经典馆 做志愿者服务这样的 然后我们就举办了这样的活动 我们在深入挖掘这个红色历史的同时 那也是让更多的少先队员 还有一些青年也了解家乡的历史 做红色的传承者 如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远远把目光放在了青年身上 今年四平战役纪念馆发布了 招募青年志愿讲解员公告 一时间大量的四平学子 参加到志愿者活动当中 经过基本功 讲解技巧 战士教育等培训和选拔后 目前已经有十多名同学通过考核 在未来的生活中 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 有一个罗友荣将军 他的这个子女来我们馆圈赠文物 然后他说我父亲生前对我说 一定要到我打过仗的地方 去走一走看一看 去感谢那里的人民 是因为有了人民的支持 才能取得胜利 一件件革命文物 是烽火岁月的历史见证 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载体 更是催人奋进的力量源泉 圆圆说 自从去年八月以来 四平战役纪念馆累计新征集革命藏品 两百多件 经过一层层选拔 我终于成为了一个合格的超线对讲解员 然后之后呢 我现在就是想带领历年纪小朋友 一起去讲解家乡的红色故事 我想把四平的红色历史故事发扬光大 这个假期我也经过了 这个战役纪念馆的培训 也能开始为大家讲解了 我也期待用我的力量 把四平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 每次讲解完之后 市民那些由衷的掌声 都让我非常自豪 真的感觉 特别幸运能生活在四平这座英雄车 更幸运自己能生活在中国 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 下一步呢 我们也将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红色讲解员 把红色精神世世代代传传下去 理解 哈喽 这个辣椒吧 是咱们小园里自己种的 这个为了冬天的时候吃起来方便嘛 现在给它晒干 冬天可以做那个辣椒面啊 因为咱们有这个乐龄食堂嘛 这个食堂经常给老人送饭啥的 就是得能用得到的 经常过来吗 有时候没啥事 就有点孩子过来溜达溜达 有时候社区 因为有时咱们社区志愿者嘛 就是没啥事的时候 过来看看社区有没有什么工作呀 我能做的力所能及的吧 那您也教我穿一个吧 这个挺不好穿的 挺不好穿啊 穿到这个根底下 辣椒的那个根底下 李杰告诉我 长山花园社区有很多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去年 社区决定把原来给社区工作人员做饭的小食堂 扩建成社区乐龄食堂 每餐七元钱 满足老人日常餐饮需求的同时 从饮食安全健康方面做好兜底性保障 孩子呢 孩子上幼儿园了 在幼儿园了 在这边上幼儿园了 那你接送呗 有时候接 不全是 它是这个楼的 它家特别干净 就是在我们这院里 不是它不是现在这样 就是这么多年它家就是那样 就是那样干干净净 对 我还听说您现在是楼栋长 我是咱们二栋的楼栋长 这退休也挺长时间了 为什么不想想清闲 还担上了楼栋长的责任 其实这个吧 得说跟咱们社区吴书记有关系 吴书记一直在就鼓励我 让我说的你能担起一份责任 因为你是一名党员嘛 一开始我有点不能接受 不愿意当这楼栋长嘛 就是因为你要想当上这楼栋 你当上这楼栋长 你就有责任 我就觉得当时真的是 哎呀我可不干 这个工作我干不了 后来就是在大家 没说一些在居民的这些选举 就大家居民这么信任我 和这个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 的思想工作吧 是这样 所以说就改变了我的态度 就现在我就是更热情的 更热心的 发自内心的为他们 长山花园社区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前身是吉林省胜利零件厂职工家属区 李杰一家在这儿已经住了二十多年 这里保存了他许多珍贵的回忆 作为义务楼栋长 李杰经常在社区义务站岗巡逻 清理卫生 目前社区有十四个红马甲特色志愿服务队 还有十多个百姓说事点 林里守王少 谁家有事了 大家都争着互相帮助 整个社区其乐融融 这两年变化是太大了 但是最好的觉得还是这个燃气暴影器 这个特别智能 它会跟家里的子女和本人的手机都可以连在一起 就是你家如果真的有燃气泄漏的话 它可以反正化报给你 我这个燃气暴影器 我为啥说它特别有用 就是有一次我家做菜 就在这儿 你看我这个造具就在这儿 做菜它就糊了 这个地方因为空间非常小 完了它就菜糊了 还真不是燃气泄漏了 但是是菜末烟了 就屋里全是烟了 它就报警了 然后那个运营商就电话就给我打过来了 然后不大一会儿 我公的电话也打过来了 孩子电话也接来了 说咱家是不是有人气泄漏了 这样的话真的是 不管是我们在家 就是说安全 再一个就是说 孩子在外边工作也放心 从乐联食堂到燃气暴影器 到外边就是公共环境的维修 就这些看是简单的工作 看是小事 但是在居民当中 说心里话都是大事 舍不得搬走 不能搬 真的是不能搬 社区无大事 渐渐百姓事 社区无小事 事事千人心 在李杰的家中 我感受到他的幸福感 就来源于一件件小事的落实 告别了李杰 我来到了社区大厅 寻找社区治理的幸福密码 第一次来吗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我带你走一下 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燃气AP暴影器 我们在我们的小区每户居民家都安装了一个 而且只要是他家里有燃气泄漏啊 或者老年人做饭忘记关火啊 他会在家里奉鸣报警 然后他会手机有一个终端提示到我们的网阁长 以及他的子女最亲的一个联系人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危险发生 而且我们在每个单元都建立了一个单元消防站 就是在顶楼有一个单元 就是假如说谁家有火灾啊 燃气泄漏啊 在楼顶的时候 他还会有一个双重报警 这样进一步保障我们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看这个一系列的都是成套的 非常多啊 对 也就是我们智慧现代化的一部分 我在整个社区都逛了逛 发现配套特别齐全 非常人性化 从吃住行上学看病 包括我看这还有金融服务中心 配套特别齐全 这个是我们的金融服务站 就是我们的居民再也不用出远门了 我们两公里内是没有银行的 就是老年人啊 一到开支的日子啊 去银行排队 我们解决了这样一个难题 我们也算解决了离群众最后一公里 到最后一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因为我看社区的老年人偏多 其实他们的行动不便 在社区就能把这些事儿 对 我们的老年人 他没有智能级 他不会线上支付 线下我们为老年人开支 就短短的那个期间 我们开了三百多万 就是居民这个需求是很高的 我们就根据居民的需求来提供服务 开办乐林食堂 安装智慧燃气报警器 建立金融服务站 在探访当中 我感受到长山花园社区 不断在百姓的需求和社会的发展中 寻找新的突破点 现在整个社区有多少户居民 我们现在是三千一百户 七千口人 百姓说事点 既能说事还能消遣 对 在我印象里的社区书记 其实都是年纪偏长一点的 我没想到您能这么年轻 有想过我应该换一个 就是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 难道我就是这样一直在这个社区工作吗 一直到退休 这样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吗 其实走90后还是 叛逆心还是有的 但是后来再经过居民的认可吧 从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到社区就会先问 吴书记在吗 我要找吴书记有什么事 就是我主动迎上去 他们都会说 我们想找吴书记来解决什么事 到现在我每天出去走 或者在大厅的时候 他们会说小韩书记在吗 就是从一个称呼的转变 我就觉得居民是对我的认可 所以我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我就想在这个行业 继续发光发热 2021年 90后 韩丽萍接过吴亚琴的班 成了城山花园社区党委书记 新老交替 使命传递 作为一名年轻的社区工作者 韩丽萍深知自己 肩上的责任 最开始不太喜欢这份工作 到最后喜欢这份工作 到现在我觉得 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人总要有自身价值的体现 我觉得这能给我自身价值做一个体现 我是有一个被需求的人 我是一个能为大多数人做一些事情 而且能解决他们衣食族行 他们生活难题的人 我觉得我的存在感非常足 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心比较齐 就是干什么工作都是大伙 就一起就干了 一直在做一些 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应该做的事 大家踏些心来 为居民服务 向总书记的要求 看齐做好 这个小牛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到社区吃饺子 每个人都给一个小牛 老乡书了在这儿 玩一玩几分 什么事儿学习一句话 你去帮忙 做的也放心 这么好没脑子 自旅回来啊 收获非常大 其实我遇到的几个人 给我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不管是和邻里相处的 非常融洽 爱邻居 像爱家人一样的 长山花园社区的礼仪 还是我在黎树碰到的 陶哥 苗哥 他们身上散发的那种 向上的能量 给我的触动 都到现在记忆深刻 这就是啊 这个总书记视察吉林 给我们吉林省 所增添的这份力量 增添的这份信心 在你所到之处 这些人物身上 你都看到了他们身上 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新的风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是三次视察我们吉林省 2020年7月 第三次视察吉林 那么这次视察吉林呢 应该是赋予了我们吉林新使命 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像你去过的这个梨树 我们吉林省呢 是一个农业大省 也是一个粮食大省 那么在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当中呢 我们吉林省是出在全国的第五位 而且呢 每一年调出的粮食的数量极大 总是对我们吉林的农业啊 寄予厚望 提出了一个就是把街杆 变肉千万头牛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 这些工程呢都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 对整个国家的发展 产生一个重大的作用 那么这些既富国又利民 那么老百姓也会从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 得到实惠 在刚刚闭幕的吉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它的核心主题 就是要把总书记的这个讲话精神呢 进一步的落到实处 要体现新担当 实现新突破 展现新作为 要实现呢 我们吉林省六个显著月升 并且呢 我们定立了相应的七个方面的这个重点任务 那么这些目标的定立和这些任务的设定 实际上都是在完成 总书记赋予吉林的这个使命 我们吉林省呢 这个一组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 包括六新产业 四新设施 那么这些呢 实现之后呢 都可以更好的 实现总书记对我们吉林要求的是 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的新格局 那这样就从根本上 会改变我们老工业基地 原来产业过老过旧 发展动能不强 这样的一个历史 应该说吉林的未来会更美好 未来可惜 巨大的鼓舞 强大的动力 亲切的关怀 激荡着吉林大地 焕发勃勃生机 准准嘱托 阴阴期盼 凝聚起吉林奋勇向前的磅礴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 吉林振兴进入上升期和快车道 全省全力打造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件 农产品 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系加工 冰雪和避暑休闲生态旅游 三个万亿级大产业 以及若干千亿级规模产业 走出了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 结构更优 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 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这十年 吉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四千零三十万亩 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百分之百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打造省内销纳 电力外送 清除能 三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 实施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 森林 草原 湿地等得到有效保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入选全国首批国家公园 全省空气优良天署比例 达到百分之九十四 十年画卷 浓墨重彩 壮阔新篇 催人奋进 小黑白 小黑白 哦 画中点 画中点 写花在你身体 在这里上演 新时代 新时代 哦 新时变 新时变 把我预想造成 出发把少年 好老师 爱的好学生 走到那里学到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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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游像 照进现实 理论变得梦变的 哦 哦 哦 荒装 黑色的洪流 穿越飞车版面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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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